ESG的永续发展 得奖的公益团体领航创新奖 这是财团法人台湾儿童记家庭辅助基金会 家福基金会长期致力维护 若是儿少的生存发展 透过了青少年自立调干方案 还有跟美光合作 生涯发展课程 还有跟蓝蔻合作 共写未来公益计划 增加社群曝光度 居家生活消费 领航创新奖 统一超商 统一超善用摄取推广永续的概念 ESG的好感 已经超过了三倍 还有永续的农场计划 在母亲节也有宋爱 任捐堂市政基金会的环保餐盒 科技电子跟工业领航创新奖 远传电信 远传跟亚太电信合并之后 透过了基站的泰换 已经减碳4.3万吨 减少了低效的3GGD台 还捐赠连江线等等 5G救护车 也包含投入了年轻人 ATCC的全国大专院校 ESG商业竞赛 成效卓越 建设公司领航创新奖 大陆建设 永续低碳为经营的理念 通过了10座 包含了台北的雪埔敦南都庚岸 减碳比起前期增长了6倍 而台中的丰岩则超过140%的绿富绿 展现了在绿色建筑非常领先的地位 金融领航创新奖得奖的是富邦金控 富邦金控的绿电布局由单点构电变成全面部署 更导入了绿电阔籍外岛澎湖创下了金融新纪录 还组成鹰眼视炸联盟 目前35家金融机构都在使用 好感度创下6年来的新高